Hello,大家好,我是Spector,歡迎來到星際公民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艘船就是Ages Reclaimer 其實在某程度上這艘船是一艘很大的船 而且相對於現在星際公民的開發關係 其實暫時來說都沒有那麼有用 因為它有很多專屬的功能 因為遊戲開發未完全完成 所以基本上這艘船很大程度上都是用不著的 在我講這些之前,首先看看這艘船 暫時來說我就不會在外面走來走去 因為如果走去的話,基本上就是看到一艘很大座 整艘建築物那麼大的一艘船 所以基本上我走一個圈,你會覺得很悶 所以就在裡面看了 這個是駕駛室 駕駛室方面,某程度上都算是這樣的 這艘船不是戰鬥船 所以我對於視角的要求不是那麼好的視野要求 也算是理想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什麼 如果你降落的話 其實對於這艘船這麼笨重的船來說 你看到下面有什麼 也算是理想 至少你會知道自己降落在哪裡 你不會降落在一個洞裡 這樣會好很多 好了,先去旁邊吧 先說明一下 你作為機師 這艘船的機師是沒有任何武器可以控制的 所以任何武器的話 你要操作任何武器 你要去那些武器平台才可以用到的 很多人都要認為在機師旁邊那個 在機師旁邊那個 就會是虎機師 尤其是有兩支 但其實不是的 這個位置是讓你控制那兩個鉗的 它叫做claw operator 就是控制你下面 站在下面的兩個鉗 在某程度上就是控制這兩個鉗 如果你有什麼 很接近你的船 也想要的話 基本上就是拿那兩個鉗 夾走去 然後放進火艙裡 主要來說 就是這樣用 這個位置 暫時因為 很多功能 這艘船 很多功能都用不到 所以基本上 這個位置只是一個位置 要等到遲一點 等到真的 回收的系統 開發完成 才會有用 接下來 你會看到兩個位置 兩個位置都差不多 因為這兩個位置 都是一個牽引光束的控制台 那牽引光束來做什麼呢 因為手上都是很大手 有一個鉗 但鉗不會伸得很遠 如果真的要找一些很遠的東西 你當然啦 你手船就不可以 就這樣撞到一些殘骸裡 所以就可能要這些 這些牽引光束 去捉住那些比較遠一點的布甸 你想要的那些船的殘骸部分 然後就拖到那個鉗 讓那個鉗的控制員 就夾走它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也是 因為牽引光束的開發 還未完成 所以 這兩個位置都是沒有用的 這兩個位置 接下來就是 後面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因為 這一個 其實有兩個 有兩個scanning station 即是類似掃門的平台 讓你去掃瞄其他 即是可能 一些殘骸 哪些值錢 哪些不值錢 那些有可能 就是用來掃瞄的 或者在哪裏有殘骸 都是用來掃瞄的 對了 所以 都比較重要 有兩個不同的位置 可以用來掃瞄的 如果你想要放位自己的話 你會有些遙控炮塔 在那裏 那些遙控炮塔 指向船的不同位置 所以 基本上 雖然 有可能 就說 受船 即是你可能 受船 比較大手 比較品種 但是你有相對多的炮台 一次過開火的話 火力也蠻猛的 對 所以基本上 可以 整成一個炮陣 令敵方很難接近你 尤其是比較小的戰鬥機 都很難接近你 對了 不過 當然 如果真的接近你 也不要緊 因為這艘船的護盾 也蠻大的 如果沒有真的記錯的話 這艘船的護盾 應該是 呃 先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認為應該 應該 都會是 呃 應該是 Size 3 7吋3 左右 對了 那 游地多少個 應該 可能會多 至少多一個 一個 兩個 兩個 三個 可能有三個 尺寸3的護盾 其實 放緣力方面 都算是不錯的 當然 多少個 尺寸3 數量的護盾 這件事 可能 有變的 但是 可能和我講的 有少少出入 但是 總之 其實 防緣力很強 這艘船其實都 那 你有兩個類似 是 逃生艙的東西 不過暫時來說 是用不到的 這艘船有一個特點 就是 好像被人用過 但是這艘船是新船 這艘船 這艘船是給你 呃 即是 去搭電梯用的 不過 我不會信這個電梯 所以千萬不要用 對 有時候會 造成殺人電梯 這個是一個 解替室 這個解替室 不是給你方圍看的 這個解替 純粹是 你輪到船的撐鞋 解替完之後 那就可能 呃 會 下去 做一些廢料 可能 這個位置 你一按下去 其實是一個個人電梯 就給你出入 這艘船用的 主要的出入口 那你有另一個出入口 就是一個電梯來的 在後方 後方應該在那邊 sorry 在那邊 那基本上就是 嗯 對了 你有兩個出入口 這個的話 比較方便 那個的話 除非你有些大型的東西 例如說可能車 那些 如果不是那個電梯後 其實 比較方便 因為你要走一段距離 才能回到這個位置 那 因為上面 我說電梯不可靠 所以我會走樓梯 樓梯方面 當然是你的頭梯 你會拍一會兒 所以就 要拍一會兒 所以就 做一下運動 這個 這個是一個 類似 護盾 的產生器 現在 運作中 所以它轉得很快 千萬不要 伸進去 這個位置 有同梯 上去之後 就是 一個 不好意思 你手船比較暗 所以我要開了 頭燈 這個 就是一個 炮台 這個 應該是唯一一個 人 需要人去親自控制的炮台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那些是遙控炮台 但是這個是 一個主要的炮台 這個炮台 有一個尺寸 有兩次尺寸5的雷射機炮 所以 機槍 所以 某程度上 都是破壞力 相對於其他 遙控炮台 還是 遙控炮台 都是比較驚人 一些 OK 爬下去 這裏 這裏就是 我剛才說的 電梯 我不會用的 這個位置 是給 無人機的控制室 現在 無人機的開發 未完成 所以沒有無人機 理所當然 你控制不了任何東西 但當無人機系統 完成開發之後 你有可能 就可以用無人機 控制無人機 無人機有什麼用呢 這支船 無人機的話 在這支船上 應該會穿梭在 這些產鞋當中 一些比較值錢的產鞋部分 之後 給一個 牽引光束的控制員 知道是哪些產鞋 他就會捉住那些產鞋 將它拖去 鉗的 前方位置 等到 控制險的控制員 等一些 回收的部分 到船上 所以相對來說 挺有用的 這個位置 就是讓你進去 維修你的無人機 不過 現在來說 是沒有用的 因為是無人機 當你有無人機的話 你維修也好 你將它放出去也好 都是經過這扇門的 那我暫時都沒有用的 OK 其實這支船 都算是 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想說 所以 你也要走一陣子 或者可能 你要熟習一下 你會當失路 這個的話 應該是 同生艙 我沒有說錯 真的是同生艙 這些 它寫著 Escape Ports 就是 逃生艙 這個 類似這些 server 類似電腦 server 還有一些電力的東西 你維修可以在裡面維修 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沒有任何顯示 也沒有任何指示 這個位置就是 船員的生活區 基本上 你可以煮食 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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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令到 雪丸 無論是NPC 或者是你自己 或者是朋友 都可以留在水泊 如果它 以後 可以用得到的話 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 AIRLOG 上面 有一個 位置 如果以後 這艘船的對折功能 可以用得到的話 這個位置 就會變得有用 暫時 這艘船的對折功能 還沒有用途 還沒有開發完 所以 就 拭目以待 就是 剛剛的地方 也是一樣 也是 剛剛的位置 來到這裡 在右邊走 這個位置 就是 船員的 休息區 十分之二的地方 距離睡覺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比較暗 而且 手提班 比較舊 這是整個設計的特色 OK 船員的話 有些Locker 可以擋自己的東西 不過 Locker 就像中學的 那些 學校的Locker 比較舊 船員的話 要休息 要去洗澡 去廁所 這裡就是那些位置 全部都是比較舊式 OK 這樣看下去 我看到有人在這裡 如果你一看一看 下面有人開了沒有人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 鬼子那些 鬼子 就是 萬聖子 我不說鬼子 說得很恐怖 你有流水的升盤 周圍可能有人用過的 就是 浴室那些 去到對面 不是船員生活區 而是船長 船長的生活區 這是船長室 船長坐的位置 就是背對著你們 像個老闆一樣 基本上 你就在那裡 對著他的背部 背包任何東西 對 他不會看著你的 他有自己的一個廚房 還有一些放零食的地方 對 他不需要跟船員一起爭 你會看到他有很多位置 這個應該不是給船長用的 是給船員用的 因為你可能要逐個和他匯報 其他人就坐定 逐個在那裡等 這個位置是船長的生活區 你可以 所有床都可以 讓你去登入登出 暫時來說 我都不會建議大家用住 他有自己的一個床 他有自己的鑰匙 暫時來說 開不了 他有自己的浴室 不過都是被人用過的 他有自己的耳帽間 還有自己的鑰匙 暫時來說 這個就是船長室 接著下去 你會來到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有一個空間鑰匙 在空間鑰匙 其實這個區域 應該是 這個區域 應該是 這個區域 應該是 給你放太陽褲 和裝甲 你要出去的話 你不要穿好衣服 然後才走出去 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基本上 抱歉 抱歉 就可以打開 你就可以跳出你的船 又是 周圍都很骯髒 不好意思 鎖住自己 OK 那 對 說回這個洞 這個洞沒有什麼 不需要擔心 手術沒有異形 下到這個位置 後面這個位置 是沒有用的 除了補充A之外 那 前面這裡 有些類似 像洛貝爾的 能量棒 在這裡 希望就不是核能用的 能量棒 如果是核能的話 就知道他多福了 如果這樣 下到來才知道原來是核能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真的不放不核能 兩邊的樓梯都去同一個地方 所以不需要介紹太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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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可以出到門口 那你叫回電梯出來 這個電梯就是讓你穿梭整艘船的 有很多地方 第一 它這裡顯示出來 就有五個選項 這個選項我不計算 因為是讓你離開這艘船 那你會有四層 但是我想說其實有五層 因為它不會給你這個層 你所助的那個層數 所以怕你按錯 所以就有五層 第一層就是Balcony 先說回這個電梯 其實也蠻有用的 因為其實看到一些這樣穿 就讓你放一些貨櫃 如果你有什麼貨櫃 要穿去不同的樓層 就用這些位置 來到Balcony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讓你去觀察 以及幫忙去吊起 那些殘骸 對 這些殘骸來到這裡的時候 應該會在這裡拆解 有些Cutter Tools 那些 Multi Tool 有些Cutter 甚至可以之後 以發一些 類似 會收用的背包 就像是背包 可以給你專門放這些殘骸 到時候你就可以逐個區域 你就可以拆開那些殘骸去拿你想要的部件 當然有很多東西在這裡做 這些吊鈕就是給你吊起那些比較大的殘骸 給你看看下面的東西 這個主要來說就是這樣 之後我不會去Habitation 因為是剛才我有這個位置 所以我才知道有五層 繼續下去 這裡很有工業的感覺 來到這裡就是剛才看到的地方 你就會在這裡從事這些拆階的作業 拆階後怎麼辦呢 你還有一些殘骸 你可能要做一些scrap 但是 你放在哪裡呢 那些地方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有可能 即是你不用那些東西 沒有用那些東西 你就可能在這裡 放在這個位置 有可能 先看看 基本上沒有什麼東西 單純讓你放在這裡 放心吧 你不會在裡面 因為你裡面也有一個電梯 在我的按鈕 在這裡 按鈕 OK 去完所有東西之後 就去Cargo Bay 還記不記得剛才那個很大的電鑽 那些東西 這個位置應該是那個位置 你交稅完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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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可能就被人放在這裡 或者可能你 解決了所有 拆了所有用過的東西 之後呢 那些廢鐵呢 就會儲存在這個位置 或者可能那些 船的 就是 總之 那樣樣的東西都好 無論是有用或者沒有用都好 對 廢鐵也好 或者是有用的零件都好 都會放在這個180個SEU的 一個貨物單位的貨倉那裡 那最後一個選項就是離開這手船 不過不會這麼做的 那麼去到Habitation Deck那裡 就是我們剛才的地方 好 OK 基本上呢 我想做這個影片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原本我沒有打算要買這手船 只不過我發現可能有些 CIG有些開發 對 它有一個DRAKE VULTURE那裡 它開發的進度比我想像中快一點點 對 所以呢 我也希望做一些類似 對 對 會收的一些 關於會收的video 對 對 所以呢 我也需要這手船 對 或者其他video都用了這手船 所以我怎麼都要買的了 所以我就用了一些in game credit去買了這手船 對 OK 那先說一下 其實這手船有好有不好 如果說回收這個遊戲系統的話 其實這個也算是好的 對 因為 這手船暫時未完成所有開發 所以 相對來說 都沒有太大作用 180個SEU的貨物單位 用途不大 對 因為 有很多船 甚至 可能 那些無無重 那些都比他多很多 而來呢 就是 它的價位 它的價位呢 如果你想想在 遊戲裡面買的話 它是 大概 1500萬 對 遊戲貨幣 相對來說 是較貴的一種船 當然 沒有那些890 即是890J的船 那麼貴 不過這艘船也是相對較貴的 一艘船來的 那麼 你說 這艘船 還有沒有 有什麼問題呢 對 除了貴一點 對 還有沒有什麼作用 還有 其實如果你要叫這艘船出來的話 你是有限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艘船太大手 對 對 對 好像這些Portolosa 這些位置 其實叫不到這艘船出來的 你要叫這艘船出來的話 只有 在星球上面的 一些 太空港 對 對 或者 Grimhacks 只有這幾個地方 即是 五個 或四個地方 可以叫到這艘船出來的 變相 就是說 令到這艘船 很麻煩 對 如果你真的要 用這艘船的話 比較麻煩 尤其是 它這麼大手的話 如果你選擇一些 例如 在星球的 太空港 那裡 叫這艘船出來的話 沒問題 但是 你會 令到你自己 很難去離開 大氣層 不是離開不了 而是很難離開得到 你要花上很長時間 才可以離開得到 OK 還有 會很慢 當然 你會覺得很悶 尤其是 它 性價比 不太高 這艘船 會變得很麻煩 如果 在Grimhacks 相對來說 是最容易 叫這艘船出來的 因為 Grimhacks 本身就是太空 所以 在無重力的狀態之下 這艘船 更加容易 去起飛 降落 相對來說 又好又不好 Grimhacks 是犯罪者的天堂 即是說 無論是NPC 也好 玩家也好 即是 變成紅色 即是 類似是犯罪的 玩家 都會在那裡 即是 如果是不想入監獄 那些 會長期盤居住 在那個位置上 對 如果你是Grimhacks 那裡出來的話 而它有看中你的船 想 類似證故你的的話 它可能就會攻擊你的船 雖然說 有很大的 即是 叫做 怎麼說呢 有很強的護盾 在火力上來說 也算不弱 但是 也不太理想 即是 經常被人騷擾的話 對 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唯有去 一些星頭的位置 起飛 相對來說 會較漫長 當然 這艘船長這麼大 的話 也會比較大 尤其是 你可能 用了這麼多時間 去離開大氣層的話 有可能 使用了很多現有 相對來說 也會很貴 是的 OK 那 但是 如果你說 都想要去買這艘船 因為 對於我來說 我也覺得這艘船不錯 其實 說真的 你說 在遊戲裡面 1500萬的遊戲貨幣 這麼貴 那麼 現實價錢多少呢 現實價錢 來說 價值400元美金 那 跟C2的大力士運輸船差不多 對 大力士運輸船差不多 對 對 以現金來說 但是 大力士運輸船的話 就可以做到更多的遊戲項目 可以玩到更多的遊戲內容 是的 但是 這艘船 是不可以的 還有 也 是的 就是 C2的大力士運輸船 相對來說 沒有這麼大的限制 叫它出來的話 這艘船 相對來說 比較麻煩 是的 除非 CIG 在星仔公民那邊 真的開發完 那個回收系統 是的 也做得挺好的話 是的 那麼 這艘船的確是不錯的 如果你有幾個朋友 就更加理想 是的 所以 你說能不能買 我會說 都是理性消費 是的 我不會說你不好去買的 是的 只是我不建議你去買 因為始終 45元美金 你可以體驗到 絕大部分 的遊戲內容 已經 因為很多船 都可以在遊戲內買 只不過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精力 去這個遊戲內 從而得到的船 那就另一回事 當然 如果你有 足夠的資金 亦都想要這艘船 你可以花400元美金 去買這艘船 當然 以後 開發完了 這個回收的 遊戲功能 開發完了 又可能會更加貴 是的 但是 不知道未來是 所以 只是奉勸大家 理性消費 OK 這個影片 暫時來說 就是這麼多 關於回收 那些東西 不可能會另外做一些影片 不過暫時來說 不會是近期的事 OK 如果大家認為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 如果大家認為我有什麼要改進 有什麼問題想問 又或者有什麼見解 對於這個回收 或者是你的手船 有什麼見解 都歡迎在留言板上留言 OK 暫時來說就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